就这样 战士们喝了壮行酒 抱着毕生的决心 乘着临时征集的三百余条路翻船 借着夜色的掩护 顶着风浪向金门岛进发 金门岛位于厦门以东十公里处 包括大金门 小金门岛岛屿 大金门岛行似雅林 中间腰部最窄处只有三公里 东部为丘陵地势起伏较大 岸边多礁石 独一登陆 西北部古宁头 灵错至琼陵段为泥沙滩 便于登陆 鉴于大部分渡海船被败逃的国军破坏 船只严重缺乏 指挥部研究决定 由第一梯队三个团 先行于大金门西北部海岸的龙口 至古宁头一线数点 同时登陆大城突破 站完脚跟后 再回来用船接应第二梯队的三个团 随后共同围歼东半岛之地 解放全岛 整个战斗预计三天结束 然而前方等待他们的 却是一张巨大的陷阱网 在历史上是在历史上的